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啊 女生 就是人家追你的时候 你还挺那个什么的 你不就是为了我留下来的吗 你陪我不应该吗 等你一旦确定了说 这个人好像对我也不错 我跟他在一起吧 立马就自我沦陷 是早饭也不会吃了 下雨也怕了 你说你不会游泳 你怕那个深水 下雨那水您都怕呀 听着我都觉得可笑 一旦跟这个男人 决定跟他真的在一起之后 就不要自我了 我跟你讲任何一段情感 我们任何一个人 无论男生女生 一定无论多么的有热情 无论多么的炙热 始终保有自我 你的自我哪去了 如果你连自我都没有了 别人怎么爱你 如果你连自己 爱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了 谁还会爱你呢 你看你飘飘飘飘的 年纪轻轻的 按理来说 这男生往这一站吧 他外形也配不上你 对不起啊 所以我奉劝你的是 无论你怎样认可一段情感 保有自我 千万不要迷失自己 而男生你也特别奇怪 老管他叫这小姑娘什么的 自己就不能独立吗 你所有的 所有跟他沟通的方式 所有和他相处的方式 在现场表现出来 都是趾高强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呀 有个漂亮女朋友 天天黏着你 你特骄傲吗 我跟你说 等他哪天缓过神来 发现我这干嘛呢 我干嘛跟着一 对我也不太好的男的 每天还训着我 我找个真疼我都不行吗 所以你也别得意 等他长大了行过来了 你的位置就不保了 你也好好想想自己 究竟怎么去做一个男朋友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其实你们两个问题很简单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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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所有的纠结就纠结在 就这么点小迫事你们怎么就弄不好 这是大多数在争吵当中的情侣 往往会提出的问题 就这么点的小迫事我们怎么就不行 所以老师是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去帮你们做了一个分析 老师们说理性的谈恋爱可以理性的去推演 这都没问题 但是在情感当中我们很难做到理性